大家好,我是帥仔達 大家好,我是Chris 大家好,我是Rion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大家前面看到我們有一個聖母像 換而知我們今天來到一個澳門的雙重聖地 看看你附近的環境 這是什麼地方達達 這裡俗稱叫海角遊魂 但在Google map好像找不到海角遊魂 因為這不是一個街名 沒錯,是一個地方名 那這裡叫什麼街 這裡有什麼特別 我們看看右邊 那邊是通訊博物館的路轉過來 馬膠石炮台馬路 沒錯 石炮台馬路 即是我們後面有一個炮台 沒錯 但是跟海角遊魂有什麼直接關係? 據稱當年荷蘭兵攻打澳門 和澳門的蒲國兵在附近發生很多衝突 因為這裡是炮台 當然死了很多人 當然死了很多人 這時候因為有很多死亡兵 變成遊魂在附近聚集 所以這個地方簡稱叫海角遊魂 即是當年這裡是看到遊魂的 理論上是的 當然這個名字不太好聽 後來我們中國人發揮創意 將這裡改成南天白雲的雲 變成海角遊魂 即是飛雲的雲 之後就用了 這個聖武將其實是用來幫忙鎮守一下 哦這樣 那這裡 其實很老實說 剛剛我開車上來 我沒有走過這條路 這附近連累到哪裡? 這附近 我應該知道 大家看看這條路 我們眼前這一邊 就是連累到通訊博物館 其實我們現在走的這條路 就是每逢澳門大時大節 這個大賽車 一定會大家都看到的 在電視上 沒錯 我們先不要阻礙這輛車 其實賽車 其中一條路就轉進來這裡 然後再轉上去 這個類似叫摩羅園 轉下去 一個發脚灣 大家應該沒有記錯 發脚灣我會清楚一點 這裡你其實可能不太知道 是 我們進來這個海角遊魂 其實現在是一個休憩地方 海角遊魂 它本身還有一個正式的學名 是 這裡叫做馬麗二世皇后跳望台 跳望台 沒錯 就是跳望著外面 其實這裡以前下面 相傳 下面有一塊澳門的旗石 叫做馬膠石 馬膠石 所以上面就是馬膠石炮台 沒錯 問說 Chris 這裡剛才說了一個姓 就是由聖母保護這條 是 還有另外一個姓 引人入聖的姓 還是什麼姓 以前這個位置 當然沒有收出得那麼漂亮 街燈相對比較少 很多市民 外車人士 外車人士 就會駕駛私家車來到這裡 測試一下它的避震性能 哦這樣的 對 看看他們的震得好不好 有沒有說 早上還是晚上會好些 測試的事實 這些很難說 不過晚上比較旺一點 因為燈比較少 所以如果晚上上來這裡 就有東西看 聽一下Leon說的 這種叫做田雞 沒錯 聽聞這裡有很多田雞 沒錯 通常來照田雞 即是不少人 有市民 都有警察 收穫滲風 收穫滲風 當然 有人測試車的性能 我們終於來到這個 遼望台的位置 跳望台 可以偷偷地在這裡 簡稱偷跳 我們可以看看這裡的街派 真的叫做 瑪麗二世皇后 跳望台 真是跳的 但文書她的街名是錯的 這樣說的 Leon 你有個故事應該知道這個問題 沒錯 其實瑪麗二世當年 就是葡萄牙的一個女王 不是皇后 但可能因為翻譯 大家都是queen 譯了過來 就譯了做皇后 其實就是譯錯了 那我們看看這個景 好 大家對於這個 跳望偷跳這件事 或者是測試性能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來這裡 我真是 作為一個澳門人 真是第一次來這裡 好 今天的介紹 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